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七花儿哥 用粉丝要求今天给大伙带来一道滋补乌鸡汤 首先咱们准备一只刚刚宰杀的乌鸡 咱们先把乌鸡分解开 乌鸡的内脏不要啊 鸡干鸡蒸鸡心咱们都不要 一定要把这鸡肺的给它抠出去 这鸡肺里边纯都是血 你要不去掉的情况下 饱好的汤腥味比有重 鸡盾的下边有两块血块 也一定要给它抠出来 看一看 这两块血块也是非常行的啊 一定给它抠出来 再把鸡肩切掉不要 然后把乌鸡剁成大块 先放到盆里边 都给它剁成大块 乌鸡脚的指甲给它切下来 大家有的人可能不知道 正常咱们公鸡和母鸡有几只鸡爪啊 哎你都不知道吧 但是乌鸡它是有五只脚的啊 看一看 乌鸡是有五只脚啊 然后乌鸡里边咱们放点面粉 就加里边的普通白面就可以 然后咱们抓拌一会儿 白面它有很强的吸附性 用白面抓完之后 它这个鸡肉里边缠鱼的血水啊 一些污垢都能给它吸附走 把干面粉抓没了 全部跟鸡肉粘在一起了 咱们再加入清水 把鸡块头洗干净 大家看一看这水来 非常的涨啊 都是一些污垢和血块 大家看一看 川阁这乌鸡啊 头洗的能用四遍到五遍 现在水已经非常清澈了啊 而且把鸡肉上面缠鱼的血块和污垢 彻底的洗干净了 咱们把乌鸡取出来 放入锅里边啊 一定要冷水下锅啊 因为随着水温的逐渐升高 这样才能更有效的 把鸡肉里边缠鱼的血水 给它煮出来 这样去腥的效果会更好 因为随着水温逐渐的升高 它鸡肉是从里边 慢慢向外边去熟的 所以说这个布杖 大家不要弄混啊 那加入10克69 去腥 大家看一看 水烧沸了 随着水温的逐渐升高 这血沫啊 慢慢的都给它逼出来了 慢慢把血沫都打出去啊 这鸡肉啊 咱们先不着急往处捞啊 煮两分钟三分钟的 把它的血水都给它煮出来 咱们饱汤啊 尤其给产妇 或者是刚出院的病人 一定要认真去操作 每一步都不能忽略 都不能马虎 乌鸡现在呀 已经保持水浇沸的状态 煮了将近三分钟 咱们把乌鸡捞出来 然后放到温水盆里边 因为现在鸡肉是热的 一定要放到温热盆里边投洗啊 你放到冷水盆里边 让鸡肉会迅速的收缩 它会影响鸡肉的口感 看见了吗 这洗完之后 哎 鸡肉个别的位置附着的血沫 它还能洗出来了 哎 彻底洗干净之后 咱们放到沙堡里边 这沙堡 咱们一定要放纯净水 我们啊 然后加入四片生姜 再放一段大葱 再放入拔克去核的桂圆肉 主要是能起到 养血安神的效果 当归放一克 咱们做乌鸡汤 当归是必须要放的啊 还有补血和活血的作用 大杂放五个 枸杞放五克 胡椒粉一定要少放啊 放一克就可以 哎就这些料一下锅 这小汤啊你就喝去吧 绝对补身体 哎 把汤烧焙之后 咱们调上最小最小火啊 然后盖上锅盖 保置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 时间到了啊 川哥的乌鸡汤保持小火 整整是炖了一小时零五十分钟啊 咱们打开锅盖 哎 我去这叫香味 非常非常浓郁啊 临出国之前 咱们再加入上克精盐 咱这汤啊 尤其给产妇喝 尽量不加盐 或者是少加一点点 这汤千万别弄咸了 其他的调味料 咱们什么都不用放啊 什么味精鸡精啊 都不需要放 就放精盐就可以了 想愿意放葱花的 咱们放点葱花 不愿意放 咱们不放也可以 待会儿看一看这汤的颜色 特别的有食欲啊 特哥先尝尝味道怎么样 嗯 哎 这味道啊 真行 就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香味 外加当归和桂圆那种香料的味道 哎 恰到好处 哎 我去就这汤啊 跟你媳妇喝完之后啊 会更爱你 真的非常非常不错 那么好 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道家庭版本的 汁补乌鸡汤 能对您有所帮助 别忘了给川哥留下一个免费的站 在这里边先感谢家人们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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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